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目前正处于一项重组转型计划当中,已经宣布的计划包括全球裁员15%和到2025年缩减100亿美元的成本。 另据外媒报道,英特尔执行长塔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及其他主要主管预计将在9月中旬董事会上提出缩减海外建厂的资本支出,比如暂停德国厂建设、出售制造业务或FPGA业务等计划。 英特尔财务长David Zinsner近日表示,公司裁员大部分在英特尔公布本季财报时完成,目前公司考虑广泛的选择,意味它在思考要裁减或保留什么。 他强调,该公司年底前不太可能从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中获得资金支持。 另外,David Zinsner9月上旬还在花旗全球TMT大会上宣布,英特尔跳过产品化Intel 20A节点,将提前把工程资源从Intel 20A投入到Intel 18A,以减少资本支出。 并按计划于2025年推出Intel 18A。 据其介绍,原计划采用Intel 20A工艺节点制造的AeroLake处理器将会选择外部晶圆代工合作伙伴台积电来制造所有核心组件,但是该晶片的封装仍将由英特尔自己来完成。 根据预计,跳过Intel 20A工艺节点,提前将相关工程资源从Intel 20A投入到Intel 18A,将可节省5亿美元。 而且,通过之前在Intel 20A制程上的工作,英特尔首次成功地继承了Ribbon FET全环绕闸极电晶体架构和PowerWire背面供电技术,这两项技术都将用于Intel 18A。 这展示了半导体创新的迭代特性,英特尔将把这些进步带给英特尔代工服务的客户。 David Zinsner还透露,英特尔晶圆代工业务目前来自于外部客户的营收,主要来自于先进封装业务。 目前,英特尔正在与12家潜在客户进行谈判,将在2026年产生部分来自外部客户的晶圆代工营收,并在2027年产生有意义的营收。 然而,据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英特尔的代工制造业务9月初在与晶片设计大厂博通的测试失败后遭受挫折,这是对该公司转亏未盈目标的一大打击。 消息人士指出,博通进行的测试涉及通过英特尔最先进的英特尔18A制造流程进行测试。 然而,博通8月从英特尔收到这些测试晶圆,在工程师和高管研究结果后,该公司得出结论,该制造流程尚不可行,无法进行大量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英特尔在今年8月初还曾宣布,其基于英特尔18A制程节点打造的首批产品,AIPC客户端处理器Panther Lake和伺服器处理器Clear Water Forest其样片线已出厂、上电运行并顺利启动作业系统。 目前,Panther Lake和Clear Water Forest均进展顺利,预计将于2025年开始量产。 这可能反映了Intel18A制程,也许并不存在重大问题。 并且,当时英特尔还宣布,采用Intel18A的首家外部客户,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完成流片。 从好的方面来看,Intel18A的首家外部客户很可能是博通,并且目前仍是在正式流片前的测试阶段。 而出现问题的地方可能是由于Intel的晶圆制造之前,基本都是与自家的X86芯片绑定。 这也使得其为外部客户代工其他架构的芯片时,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去解决。 但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毕竟英特尔自家的基于Intel18A制造的AIPC晶片及伺服器晶片已经成功点亮。 但从负面分析的话,博通虽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企业,但它生产重要的网络装置和射频晶片,上个财年的晶片总销售额达到280亿美元。 受会议于人工智慧、AI硬体支出的荣景,摩根大通、一名分析师Harlanser估计,今年该公司将从AI获得110至120亿美元的资金,高于去年的40亿美元。 其部分晶片销售来自与Alphabet旗下、谷歌和Meta Platforms等公司的协议,以帮助生产内部AI处理器,其中可能包括交给英特尔或台积电等制造商生产。 通常,制造先进晶片需要在晶片厂或晶圆厂内执行1000多个单独的步骤,大约需要三个月才能完成。 生产成功与否,取决于每个锡片上工作晶片的数量。 实现可观的良率对于生产大型晶片设计人员所需的数万或数十万片晶圆至关重要。 消息人士指出,博通的工程师对该流程的可行性表示担忧。 通常,这是指每个晶圆上的缺陷数量或制造的晶片的品质。 据两位熟悉晶圆定价的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使用的先进制造工艺在大量生产时,每片晶圆收费约为两万三千美元。 但英特尔的晶圆定价无法确定。 将晶片设计从台积电等公司使用的制造流程转移到三星或英特尔等其他供应商可能需要数月时间, 并且需要数十名工程师,具体取决于晶片的复杂性和制造技术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英特尔在今年7月才刚刚向其EDA和IP合作伙伴提供了Intel 18i PDK1.0版本的访问权限, 正在更新其工具和设计流程,以便外部代工客户开始基于Intel 18i的晶片设计。 现在就传出,博通的晶片基于Intel 18i制程测试失败,这个时间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毕竟7月才提供新工具,8月博通就设计完成并开始在Intel 18i制程测试。 或者说,博通设计并未利用英特尔最新的PDK1.0版本。 目前,英特尔和博通均未回应该传闻。 资料显示,Intel 18i是英特尔四年五个制程节点路线图上最先进的节点, 采用了与Intel 20i一样的新型环闸电晶体,Ribbon FET架构和背面供电技术。 英特尔还将在Intel 18i中提供带状架构创新和更高的效能,同时持续减少金属线宽。 根据其执行长基辛格此前的说法, Intel 18i制程效能表现将领先于台积电N2节点2奈米制程。 虽然Intel 18i制程与台积电N2制程的电晶体密度似乎差不多, 但英特尔的背面供电技术更加优秀, 这让锡晶片拥有更好的面积效率,意味着成本降低, 供电较好则代表表现效能更高。 不错的电晶体密度,极佳的供电,让Intel 18i制程, 略领先台积电N2。 此外,台积电的封装成本也高于英特尔, 当然,这些说法只是基辛格的一家之言。 英特尔已承诺,在美国多个地点投资约1000亿美元, 进行扩张和新工厂建设。 不过,英特尔代工业务营运亏损70亿美元, 高于去年同期的亏损52亿美元。 高层预计,晶片代工业务要到2027年, 才能实现盈亏平衡。 此前,基辛格在接受Unland Tech采访的时, 记者提问称, 英特尔整个公司压注下个先进制程是否仍正确。 基辛格回应称, 他确实将公司未来都压注于Intel 18i成功。 基辛格还在8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英特尔在今年夏天向其他晶片制造商 发布了适用于18i制程的制造工具套件。 基辛格表示, 该公司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为自己的晶片做好制造前制作业, 并于2025年开始为外部客户进行量产。 在日前投资人会议上, 他表示有十几个客户积极参与该工具包。 对于博通这样的大公司也许摸摸鼻子就算了, 但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晶片公司来说, 压注于Intel 18i等新制造流程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样做需要他们没有的资源。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